论语讲迹 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公也长篇第五 公也长第五 写如老人在讲这一篇之前 有一个课前讲话 一起来学习 我现在把 这段话 念一遍 你们已听了半年 算是路人们 希望你们要递听 一次一句 不可错过 五 准备时 注决 全都看过 再简要而说 大家听了以后 可以作为参考 如今国家也在提倡 所以研究以后 可以传给其他人 古人说 九十不留作 就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可以不留他 坐一下 这是古礼 无一周讲六天已经很难能了 你们必须 你们必须警戒 认真听 写如老人 讲这一次的论语 是九十二 高龄 所以 也是非常 难能 可贵 这个不容易 那一个礼拜 还讲六天 无的讲法 采取古书 经讲 现今的饮食等等 一切都不同于以前 现今的事 你们要学 依着从前的原则 现在就能办出来 所以讲的 都是现在实用的话 无常说现今的事 事有好有坏 用比喻来说明 佛法有性向恶中 向中多比喻 无以善恶事情比喻 要清楚知道比喻的意义 你们在此听 或许可以不误会 纵使误会也可以来问 如禅宗 有佛来杀佛 祖师可以说 你说了就有害处 因为用现今的事 来比喻 所以无不希望你们录音 只要还有经历 必定为你们说 没有什么秘密 无讲论语 不要钱 只希望众生好而已 以上这一段是写入老人 说明他讲这个书 的一个原则 下面讲这篇 为公也长篇 从前人讲孔子书 例如清朝末年上学 无亲耳听 亲眼见 都没有虚伯 但是恐怕也有错 孔子是圣人 也是如此 若不亲闻 更不可靠 比如孔子在城绝粮 在坡野煮饭 风沙飞入锅里 圆烟洗腹 把祸着沙的饭吃了 子供亲脸见到了 以为圆子先吃 告诉孔子 孔子就要圆烟 先将饭供天 圆烟说因为饭 祸着沙 不敢丢弃 先吃掉了 所以不能供仙人 如此才真相大白 所以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 这个是圆烟洗腹 把这个祸着沙的饭都吃了 不敢拿去供天 先供仰老师 自己把它吃掉了 这是讲子供看到了 就是向孔子报告 圆烟先吃了 那么这个亲眼看到的事情 还会有误会 如果没有进一步去 行论了解 那么就误会了 也就是讲这张书 它的重点 就是有一些事情 的确是误会造成的 我们要进一步 去了解这个事情 众人看到了 还要去确认 这样才不会造成查措 无所说都有根据 汉儒就是有根据才说 从前的儒者都是辟佛为异端 例如猪子偷佛法 而骂佛法 这是主净存成吗 但是儒者都以五经为证据 因为五经是孔子审查过的 这是古代儒者的态度 大家还愿意听 其余外头的人都不听 自从打倒孔家店以后 便相信不忠不息 再来是学美国 凡是美国所说的 即使错了也信 风气就是如此 以为相信的人合乎科学 不信的人就是明信 美国错了也跟着错了 认为这是科学 那不相信美国的人 那就是明信 现在的中国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 因为公也长章 只有事实没有理论 必须交代这些话 而后说了才可以信 这一张书 学路老人先给我们指点出来 它是有这个事实 但是没有理论 所以必须先交代这些话 然后再说 大家才可以相信 里面比如说 公也长 他懂得鸟语 有这个事实 但是没有具体的理论 他的确有这个事情 所以学路老人 这里先给我们说明 这一张书 它的一个重点 下面我们就来学这一张书 公也长第五篇 第一张 只为公也长可欺也 虽在雷蟹之中 揮其罪也 以其子欺之 只为公也长可欺也 虽在雷蟹之中 揮其罪也 以其子欺之 从前男女婚配以德 金人以财 公也长 人们以为无品性 大家认为 他被官 坐牢了 没有品德 但是孔子偏偏 把他的女儿 嫁给他 为什么 人们不理 公也长呢 因为他犯罪 其实他并没有犯罪 是人们都误会他 官府也误会 孔子觉得 他的人品好 所以 以子欺之 将女儿 嫁给他 做妻子 古著有说 以兄 知子 欺南龙 是尊重 哥哥 这是无根据的言语 难道孔子 以该住者 商量过了吗 这个住戒的人 有没有跟孔子 商量过 有一些住戒 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 写的老人 给我们指出来 公也长为何犯罪 从前世书有注解 人们以为是不经之谈 不采取 其实是公也长懂得 勤言授语 六经中的周理也有记载 不但有人能懂勤言授语 懂得勤授的语言 连灰花落叶也都有人懂 跳蚤也会跳舞 国经上床下蚂蚁打架 互骂 修行者听得到 这个修行人 有定工的人听得到 世书 执疑说 周立言 书影说 可知公也长懂鸟语的故事 公也长懂得鸟兽的语言 按周理秋冠 在周理秋冠有掌管 这个鸟兽语言的官职 就是跟这个鸟兽沟通的 左传西二十九年 借格如来 闻牛鸣 约四身三兮 皆用之语 问之而信 一律书曰 春秋传甲福祝 亦以八律之音 听秦寿之名 秦峰书隐 蔡雍云 伯役众生于鸟云 格鲁汴因于牛鸣 是伯役 长鸣士述 故姚命坐鱼 鱼观乃管 旷野秦寿 以示其示意 知其情状 由焦伟琴故事可知 唐代词 晚上听终声便知 非高声正道 及诗人得了诗 中国学问就是如此 此段经文 注重要找证明 重视明了事实 这段经文 注重在找证明 重视明了事实 以下 举出这个焦伟琴的故事 听那个声音 就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在《搜神记》 记载了这个故事 在吴地有人 用铜木 烧火做饭 蔡雍 刚巧经过 听见铜木在火中 爆裂的声音 有点异常 他说 这是一块凉木 他要求烧饭的人 将木头卖给他 于是他们匆忙的 自火中 抽出木头 把这块木头抽出来 赶快把它火熄掉 后来蔡雍把这个铜木 制成一张琴 弹奏起来 声音果然 很甜美 非常好听 可是琴的尾部 尾端 已经被火烧焦了 因此 蔡雍称它为焦伟琴 所以这个 焦伟琴的点故事 怎么来的 那么这张主要是说 这个 有的人 他有 特异功能 现在发展特异功能 他听得懂 鸟在讲话 野兽在讲话 那么也能够变音 牛鸣 牛在叫 是什么事情 那么又几出 焦伟琴 听到这个烧木头的声音 就知道这块 是什么木头 是一个好木头 用这个 听声音 去辨别 这些事物 那么这些 都是事实 因此要去证明 缺少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 都在佛经里面 好 那么今天 这张书 我们就先 学习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语充满 阿弥陀佛